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半导体新一轮涨价潮或许即将开启。 继华红半导体传出涨价计划后,台积电也即将涨价。 在6月初的股东大会上,刚刚全面掌夺台积电的新任董事长魏哲嘉已明示自己有涨价想法。 台湾媒体日前估算黄仁虚身价为新台币三兆元,魏哲嘉当时则打句表示自己确实向三兆男抱怨过,挥打的产品太贵了。 他想,这些产品确实真的很有价值,但台积电也想向它展现自身的价值。 随着魏哲嘉疯狂暗示,其正在考虑提高台积电AI晶片的生产价格。 毕竟考虑到挥打晶片卖出的高价,加上台积电在其中扮演的生产要角,自然很轻易便会产生提高带用价格的想法。 而台积电当时则是一贯不评论单一客户消息。 至于是否会因为产能太抢手而涨价,借此反映价值,台积电强调,定价策略始终以策略导向,而非以机会导向,会持续与客户紧密合作以提供价值。 随着台积电3奈米供应愈发短缺,以高通为首的客户也着手开启涨价。 台湾工商时报6月中旬援引供应链消息称,高通骁龙8站4亿台积电N3E打造,较上一代报价,激增25%,不排除引发后续涨价趋势。 但业内也指出,涨价幅度合理,因为相较5奈米,3奈米每片晶圆成本价格大约就贵了25%,且这一涨幅还未考虑整体投片数量,设计架构等因素。 海外媒体WCF Tech则指出,涨价的不止高通,灰达,苹果,AMD也计划提高热门,AI硬体的价格。 台积电3奈米家族成员包含N3,N3E,N3P,N3X,N3A等。 其中,N3E制程节点于去年第四季度量产,瞄准BI加速器,高阶智慧型手机,数据中心等应用。 N3P预计今年下半年量产,将用于移动设备,消费电子,网通等。 N3X,N3A则是为高速运算,车用客户等客制化打造。 据台湾工商时报6月中旬消息显示,台积电3奈米代工,报价涨幅获在5%以上,先进封装明年年度报价涨幅在10%至20%,台积电七大客户,灰达,AMD,英特尔,高通,联发科,苹果及谷歌,已经包揽了3奈米全部产能,预期订单满至2026年。 还有分析师称,包含3奈米,5奈米在内的台积电先进支撑节点,价格都将调整,3奈米订单强劲驾动率满载,5奈米在AI需求推动下,也将出现类似情形。 天峰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基则发文称,2024年上半年,即将量产的高通代号SM8750的骁龙8 Gen4的报价,比目前的旗舰晶片代号SM8650的骁龙8 Gen3高出25%至30%,也就是190美元至200美元。 主要原因在于,骁龙8 Gen4采用了台积电最新,且成本较高的N3E制程。 据了解,台积电N3E制程是其第二代3奈米制程工艺,与第一代的5奈米工艺N5制程节点相比,在保持相同效能的情况下,功耗可降低34%,在相同功耗下,效能可提升18%,逻辑电晶体密度提高了60%。 在此背景之下,包括苹果、高通、辉达与AMD等在内的多家客户已经下单台积电N3E工艺的产能,台积电3奈米产能已排至2026年。 代工价格方面,台积电3奈米工艺下,每片晶圆的价格大约要比5奈米高出25%。 根据预计,2024年3奈米制程节点将占台积电总营收的20%以上。 高通骁龙8Gen4的由于采用了新的3奈米工艺,为转价成本压力,对应上调价格并不令人意外。 2023年供应链采购旗舰骁龙8Gen3的价格约为200美元左右,预计今年旗舰晶片或将超过250美元。 虽然价格上涨,但是考虑到生成式,AI推动高阶智慧型手机需求, 顾名机预计骁龙8Gen4的出货量相较于骁龙8Gen3将实现高个位数增长。 顾名机还指出,2024年,高通推出的两款用于AIPC的处理器, 骁龙X Elite与骁龙X Plus处理器的出货量预计约为200万克。 随后在2025年,这两款产品将改版并降低终端售价, 预计在2025年的出货量将至少将同比增长100%至200%。 此外,高通预计在2025年第四季度推出用于主流机型, 终端售价599美元至799美元, 代号为Kanim的低成本AIPC处理器, 该晶片由台积电N4制程生产, 预计维持与骁龙X Elite与骁龙X Plus同等, AI算力40TOPS。 至于2025年将推出的骁龙8Gen5, 有消息称,高通届时将会采用台积电, 三星双代工策略。 在此前的Computex 2024展会上, 高通执行长Christiano Armand表示, 高通正在考虑建立双重采购合作关系。 数年前,高通骁龙888、骁龙8Gen1等晶片就曾交由三星代工, 但由于当时三星5奈米制程工艺并不是很成熟, 导致高通骁龙888处理器的表现不及预期, 促使高通转投台积电的怀抱。 考虑到三星和台积电都计划在2025年量产2奈米工艺, 这也意味着高通骁龙8Gen5可能将会采用2奈米工艺, 之所以选择双代工策略, 一方面应该是为了降低成本, 另一方面也能对冲单一供应商, 发生工艺问题而产生的不利影响。 除了晶圆代工, 先进封装也是台积电的另一项热门业务, 特别是CoOS等技术。 AI热潮极大的推升了CoOS需求, 台积电第三季度的CoOS月产能有望从1.7万增至3.3万片, 接近倍增。 之前CoOS产能就让汇达GPU的产量受限, 后者在台积电先进封装产能中占比近半, 而AMD、博通、亚马逊、Marvel等也对先进封装产能虎视眈眈。 报道指出, 汇达没有让出新开产能, 而是选择了接受涨价让利, 以借此拉开与竞争对手的差距。 而台积电先进封装产能供不应求, 也将延续至2025年。 分析师预期, 明年市场需求量估超过60万片, 台积电明年供给量预估53万片, 仍有高达7万片左右缺口, 先进封装涨价在即。 值得注意的是, 近期全面掌舵的台积电新任董事长魏哲嘉, 已在6月的股东大会上直接放话, 目前所有的AI半导体全部是由台积电生产。 事实上, 能设计AI GPU的不只灰达一家, 但能生产AI GPU的目前只有台积电一家, 这种堪称垄断的威仪性, 也让台积电挺起了涨价狂转的腰杆。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用户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